人生就像一部電影一樣 電影的主角通常都有一個願望 就是找到一個理想的對象 和自己演出這個精彩動人的故事 不知道我又會何時遇上和我演出這場戲的人呢 不行的不行的不行的 我叫Chris 這個是我的電影專屬 hashtag 我喜歡和人們分享我看過的電影 將每一幕打動我的 蛤? 搞錯啊 為什麼我的hashtag多了一張照片呢 咦?有Taste啊 不過我還是要出來見一下你的真面目 Hello,我是Chris Hi,我也是Chris 今天出來是想跟你說 我不想你用我的hashtag 其實我一直都留意你 那個page和你看的電影 以前是這樣的 你post那套 當我瞞意見 但是 不代表你可以用我的hashtag 因為我想認識你 但又不想那麼主動 所以呢 所以 你幻想了很多次的場景 終於成真了 對方跟你一樣 這麼喜歡看電影 就像命中注定一樣 你遇到他 就應該和他坦白 你心裡的想法 你說是嗎? 你心想我 剛才的角色拍得很好 那個男主角很勇敢 跟男主角坦白那場 是呀 對呀 我欣賞她的樣子 而且呢 整個聲音也是聲音 你說多浪漫 其實 其實 我也是想跟你說 我想我在耳的人知道我的情況 幾年前,我感染了押致病病毒 我現在是Gash IV Positive 我們這麼默契 可以因為電影走在一起 遇到你,我覺得很幸運 我很想跟你開始一段認真的關係 其實只要我準時吃藥,抑制病毒 身體狀況和其他人沒有分別 我很希望將來可以繼續跟你過快樂的生活 在現實中找到一個願意了解自己 付出真心的人,就要好好愛護他 無論劇本怎麼寫,都會是一場精彩幸福的口氣 了解愛,抹其事 我們還沒說完 感染者只要及早接受高效能抗病毒治療 雞尾酒療法,及定時服用抗病毒藥物 就可以令病毒量降低至不能偵測,即不能傳染水平 安全性行為有效減低感染機會 還要定期進行外肢病病毒抗體測試 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一切DNA Test Taker